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还是比较有意思的 那其实我们最近的态度非常的简单 也非常的明确 就是市场在当下这样的一个环境下 更多还是会有负面的消息不断的爆出 那之前我们说了一个比喻 就是现在以新冠病毒来比喻这个银行的一个情况 如果说这个有些银行抵抗力比较强 可以度过的话 但是有些银行可能抵抗力稍微差点就过不去 挺不过去了 那挺不过去的银行可能会蔓延风险到欧洲 就是蔓延风险到新兴市场 那我们看到现在目前的情况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对吧 不断的出现有欧洲的 还有新兴市场的银行出现爆雷的现象 今天早上我们在涨幅榜里面的出现了一些传统价值股票 尤其是FedEx 还有一些这种币圈类的股票 按照市值排列的话 今天最大的可能就是FedEx 对吧 还有Coinbase这些数字货币相关的股票 比较的墙 另外我们看到跌幅榜的话今天跌幅榜20只股票 跌幅看到这边很多都是银行 而且大的市值的公司的话看到有瑞银又是往下跌 对吧 那感觉这个一时半会还没有起稳 还需要点时间 那欧洲银行这里有更大的风险 从而影响整个市场的情况 当然我们也说过 有不少股票是值得去抄底的 借助这样的风险 那没有本质上的问题的话 这些公司都是值得去介入的 我们看最近Payboy还在相对低位可以关注一下 然后当然这还有一个生化制药的小药股列表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总共14只股票 对吧 那当然反向指数的话 我们依然非常喜欢SLK跟Tesco 目前依然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最近反向指数出现了一个冲高回落 但是整体来说反向指数还是在一个支撑的位置 趋势依然是向上的 三倍看好的ETI的话 我们看到硬是不错 在做底部 然后半导体也是绝对的强势 然后可能需要点时间 很多我们看到三倍看涨的ETI 除了TKKQ以外 还有这个半导体以外 最近资金可能有流入 在里面避险 其他的话 我觉得看到市场是出现了比较大的这种负面的影响 大家可以多观察一下 我们看到monthly表现的话都是转服了 三个月的话 科技股大科技股稍微强一点 半年甚至我们看yet today的表现 都是大科技股稍微强一点 那这里的话大家可以看得到 yet today 对吧 然后还有one day performance 分化是比较严重的 其实整体来说还是比较负面 对这边对方同学问到说涉略师傅还是以防御性为主 那肯定还是以防御性为主 我觉得现在这个市场暂时不具备这么一个进攻性 不具备这么一个正攻性 还是以防御性为主 还是以防御性为主 大家千万千万小心谨慎对待当下这么一个市场的情况 那我觉得反向指数的话 我们依然还是有不少这个仓位了 甚至我觉得做多的仓位 大家可能也要稍微留意一下 那本周我们看到 不少财报的对象也出来了 对吧 那这财报的对象 其实这周我们讲的比较少 更多是对银行 各别事件进行一些比较明确的 有方向性的 有指引的解读 那我们看到这周其实也比较符合我们个人的一个预期 当然大家可以卖一些put在stone 这个stonecode或者是scuse game这样的股票 我们看到周三周四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多对象 大的公司 我觉得可以考虑卖put 问题不大 可能跌下跌空间有限 然后另外我们看到还有就是 还有就是我们看到这里 这周的一些事件性的事情已经全部过去了 对吧 已经全部过去了 而目前是没有任何的要额子 我们看到盘前 大盘是有些许的反弹 欧洲这边的消息稍微负面点 但是并不影响科技股带动市场 我觉得这边其实是有一个感觉是科技股 其实是在有资金在流入科技股 对吧 因为认为科技股可能不受这个银行的事件的影响 因为我们看到从这个performance group来看 one week来看的话 这周其实防御性的还有科技股都是相对较强 同时从这个大的资产列别来看 本周的这个表现也是白银居先 白银黄金 这些很明显是在前面的 那这些我觉得依然会保持逢高 这个逢低去吸纳的这么一个机会 同时我们看到日途周期 这边也可能会出现一个阶段性的底部 同时我们看到还有就是四小时 这边有点超买 那我们说过四小时超买要小心 下降趋势可能还在往下回落 然后日线级别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下降趋势依然还在 然后蓝线的话依然还是一个很明显的 一个阻力蓝线是这个一个均线 一个EMA的一个均线 我们看蓝线的话之前是没过去 然后这个下降趋势依然还正在 所以呢这一个阻力 我觉得还是会有影响 同时的话我们看到还有就是这个 Valde ADT目前还没开盘5分钟 Valde ADT昨天其实还是不错的 昨天不错的Valde ADT还不错 然后另外还有就是这个周期图区间下延 四小时周期图在区间上延可能会有回落 而日线级别的话呢 目前现在确实很明显 我们刚刚说过了 然后这个Trix动作线有点严重的超卖 不排除可能会有一个底背离的情况 但是四小时的话确实是会有冲高回落 那我觉得大盘不断在测试3800 那3800可能还会有测试 那包括这个蓝线今天早上是砸了一些蓝线 目前我们看到新型市场是没有什么太多 风险上的事件 另外我们看到原油新型指标 依然高高在上 所以原油价格 我觉得迟早也会有一个反弹 那我们看最多其实表现比较差的还是原油 表现其实差的还是原油 那原油下来的话 对通胀来说是有帮助的 那通胀下来对整体市场 包括估值 尤其是科技成长股来说也有帮助 因为我们看到欧元区 也是相对来说 比较弱一点 然后呢俄国还有日本也相对来说 这周是比较弱一点 那中概明显看到是还是比较强的 还是比较强的 最近我们看到比较强的地方 还是在像AMD这种科技股里面 相对来说还是有绝对的强势的 这也是我们希望看到市场的一些强势 那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像雷曼兄弟 目前来看啊 并不像一个雷曼兄弟那样的一个风险的蔓延 因为我们看到市场还是有资金 想要避险在科技股 包括我们看到AMD这种强势 对吧 可能也是刚好这样的市场所带动 AMD的话 我个人预计这里 周线图来看的话 这里接下来到100块钱会有支撑 会有阻力 原来的是一个支撑的位置 现在接下来之后变成阻力的位置 对吧 100块钱可以关注一下 然后雷曼兄弟的风险 我看到这边问道 估计也不会有 估计也不会有 然后我们看这边 财报相关的话 最近Synergy 还有Dollar General Blue Apen 还有FedEx 都不错 然后今天盘前小鹏 表现一般 然后我们看这个涨跌赋宝 今天还是FedEx在前面 对吧 然后一些区块链相关的股票 是有不错的表现 因为今天crypto今天是涨 All crypto are rising today 那这其实也告诉我们奉献喜好 是在加强 然后的话 白银 黄金这些资产的话 我们看到 也是避险的品种 所以这个市场现在目前非常的混乱 那我觉得这个 比较明显的地方 还是在于 美元的规律不太明显 对吧 然后另外的黄金白银 还有数字货币这些 跟传统金融体系 有对冲的 是比较比较明显的这个强势 那这也是我们 希望看到的地方 而且我觉得也是个 继续不断坚持 一直到下周的 一个情况 另外我们看到 CNN FairGrey Index 极度的恐慌 昨天出现在 十几的数值 也是一个可能市场 跌不动的一个重要原因 包括还有情绪上的 American Individed Investor AAII 这边是破历史记录的 bearish人数 还有看涨的是19.2% 那这样的数值下 我觉得市场是很难跌的 至少可能要杀一波空投 然后标普500的 Seasonality也可以看到 是来到区间下沿的位置 这个位置可能也会有一个 大行情的开启 所以我觉得这里 之前我们说过的 对吧 峰高做空 到现在的话 可能大家还是要谨慎对待 不能说轻易的去做空 峰高做空是可以的 但是不能说轻易的 随意的 肆意的去做空 而且有些东西 像科技股 尤其是大科技股 还有这些半导体 估值没什么大问题的 是不能去轻易做空的 那今天的话 也是四无日 四无日都影响 往往是一个偏中立 然后积极的影响 所以大家不宜 做过分的看空 这是这一点 这是这一点 好 那这边现在马上开盘了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 就暂时这么多 我们看到美股的 这个拉升拉回 这样的一个强势下 我觉得大家这周周五 应该是会相对来说 收强 这个市场的风险 目前来看 还是不太担心周末 可能会出现大的风险 但我觉得这一波 如果说今天 今天涨上去的话 不排除可以把 这个多筹出掉一点仓位 然后留一些空仓 或者说就是现金 然后看下周怎么样 因为我觉得周末 可能还是会有一些风险 可能还是会有一些雷 会爆出来 这个大家可以谨慎对待一下 谨慎对待一下 我觉得科技股 是没什么大问题的 最大半可能也跌不到哪去 但是银行这边 传统价值类的 还是可能会有些麻烦 好 感谢大家今天对我们 公开课的支持 最后一个问题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这个房地产 房地产的话 我个人认为 作为保值的品种 房地产这波是非常的弱的 因为加息周期还在 这是一个另外 房地产跟传统金融 是有很大的联系的 所以你可以抄底 个别金融公司 当然我个人不建议 房地产的话 我也是坚决觉得 大家不要去碰的 暂时不要去碰的 好吧 大家等一等 好 现在的工作细节 可以拨到Firstrade的 购物端线 电子邮件 chinesetfirstrade.com 还有官方微信 服务到Firstrade 2.85 服务还30多年老百件商 真正意义的美金商 那我们明年早上 同意时间同意点 周一 周一 周一早上我们同意时间 同意点我们见不散 明年是休息周末 这个大家可以好好休息一下 好 那我们下周一见 拜拜